最终在女子的单人华挺这个项目当中 她是母国选手陈丹琴获得了晋级 好的比赛开始 陈丹琴她同样是一名来自贵州的选手 她在这个项目当中呢 在11年的世锦赛是拿到了一枚银牌 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十 她是这个项目当中亚洲地区排名非常靠前的选手 另外呢在一道的是这个中亚台北的选手陈伟涵 陈伟涵呢也是这个项目在13年的世锦赛当中拿到一枚铜牌 整体实力也是非常出色的 在这儿呢这个陈丹琴是稍稍领先了一点点 领先的幅度大概在一秒左右 陈丹琴率先来到翻滚区 我们看在镜头远端的陈丹琴在这儿完成一个翻滚 还是相对比较顺利的这个挺身的角度出现了一些问题 看一下陈伟涵在这儿 同样也是挺身的角度上在前行方向上角度出了一点点问题 我们看镜头现在在锁定着中国选手陈南琴 陈南琴现在遥遥领先啊 再加把劲陈南琴的领先幅度非常的大 在这儿是最后一个逆水门 7号门柱滑行完之后 距离终点已经越来越近了 剩下最后一个顺水门柱 绕行完之后就可以往终点冲刺了 而在这儿呢 陈伟涵才刚刚行进过7号的门柱 非常大的领先幅度 陈南琴 向着终点进发最后一讲 好的 非常轻松 1分23秒95 同样是得益于这个起航阶段的领先 从挺在高台上 这个冲下来之后 陈南琴就已经获得了一个接近一秒的领先 他的整个对挺的协调能力是非常的强 因为本身陈南琴在这项目当中 世界杯的积分排名是前十的 所以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出色的选手 这个就是能够使得他的 对挺身的控制能力 大大的这种提高和增强 当然 他也经过了非常艰苦的训练 为了适应这个新的比赛项目 我们看比赛开始之后 陈南琴的挺 一下来之后 马上就获得了一个很好的前行的一个角度和速度 而这边呢 陈维涵从挺一落入到水中 就扎得非常深 一出来之后啊 是挺尾朝前 所以在这他必须要进行一个大幅度的挺身的方向性调整 调整完之后再进行前行的时候 已经落后将近两秒了 这样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距 我们刚才说陈南琴呢 因为本身对挺的控制能力很强 他也是世界上在这个项目当中排名靠前的选手 但是为了适应这个新的项目 这个新的项目要求选手的力量和滑行能力更强 所以呢 国家队在9月份的时候也在贵州进行了这个集训 这样的孔子会认为我们先准备到它的部分 这个新的项目要求选手 但是我们也在这项目标到了 这边就称美观的 所以现在是这个新的颹目标